你好,欢迎来到二月读书 2024年3月28日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日本艺术家 版本隆一世事 对于喜爱音乐、电影和现代艺术 以及关心自然环境和公益事业的人们来说 版本隆一都是我们这个时代 一个不容忽视的名字 所以今天,我想来和你分享 他留下的最后一本书 书名是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 版本隆一最为公众所熟知的 大概是他在电影音乐领域的成就 他在1983年为日本导演 大导主创作的电影配乐《圣诞快乐》 劳伦斯先生是他一生的代表作 在这以后 他又为意大利著名导演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的电影《末代皇帝》配乐 拿下了1987年的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 而今天这本书的书名也来自版本隆一 曾为之配乐的一部电影 贝托鲁奇《1990》年的作品《遮蔽的天空》 在这部电影的结尾 贝托鲁奇请来了电影原著的作者 念出了下面这段真言般的独白 因为不知死何时将至 我们人将生命视为无穷无尽 取之不竭的源泉 然而一生所欲之事也许就只发生那么几次 曾经左右过我们人生的童年回忆浮现在心头的时刻 还能有多少次 也许还能有四五次 目睹满月升起的时刻又还能有多少次呢 或许最多还能有二十次 但人们总是深信这些机会将无穷无尽 你听得出这段话里饱含的畅网和紧迫 虽然是舒适宜 但他和曹操短歌行李的那句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问的是同一个问题 当69岁的版本隆一 经历了一场长达20个小时的艰难手术 明白自己的人生已经所剩无几的时候 他也在病房里喃喃地自问 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呢 以这个问句为标题 他于2022年在日本的新潮杂志上 陆续刊出了八期访谈 回顾了自己过去十几年来的经历 讨论艺术、时间、生命、人与自然 这些重大的话题 这些访谈节级成书 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一本 用版本隆一自己的话说 他人生的最后九年 是在与癌症共生中度过的 他先是在2014年 查出了口烟癌 好在经过治疗 病情得到了控制 可是在2020年 他再度被检出患有直肠癌 几个月后 癌细胞又转移到了肝脏和淋巴 这时的他已经是个古兮之年的老人了 版本隆一就在这样的处境下 以向死而生的心境和读者展开了长谈 我有点意外的是 书的主题并没怎么涉及病痛 在他的讲述里 患癌的经历更像是隐没在舞台后方的背景 而他仍在台前演绎着五光十色的人生 这个少年成名 纵横世界乐坛数十年 被无数人视为传奇的艺术家 到了晚年 仍然以不可思议的热情继续着创作和探索 也尽己所能地支持着慈善和环保事业 以他做的事来论 他在人生最后的十几年间 仿佛又活了满满当当的一生 接下来 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本 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 《版本隆一》在2009年还出版过一本自传 书名叫《音乐极自由》 得到听书也为你解读过 如果你想详细地了解《版本隆一》早年的经历 欢迎你去听一听这本书 接下来 我会先介绍一下《版本隆一》的生平 读传记类的书 重要的是 透过世纪读懂传主的思想和人格 在接下来的解读里 我也会试着说明《版本隆一》 在书中提到的关于创作 生命 时间 音乐和自然的看法 透过这些关键词 我们大概可以窥见 他的精神世界里几个重要的侧面 好 接下来 我们开始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版本隆一》的生平 1952年 《版本隆一》生在日本东京的一个优越的知识分子家庭 他的父亲《版本一归》是知名的文学编辑 发掘了包括三道游记夫在内的一批重要的作家 他的母亲名叫静子 是一位时髦的帽子设计师 《版本隆一记》的小时候听过的一个故事 他的三舅在一岁大的时候 喜欢把家里的餐具摔在地面上 听到清脆的叮的一声就开心的笑 听到沉闷的啪的一声就默不作声 家里顶好的瓷器都被他摔了听个响 一般的大人多半是要发火的 可是《版本隆一》的外祖母看到孩子这么晚 却没有制止他 只是轻声地感叹了一句 啊 这孩子对声音很敏感呢 这个故事听着有点离奇 我想它也只能发生在《版本隆一》的母亲家这样的家庭里 《版本隆一》的外祖父是商界的药人 和日本 1960年代初的首相池田勇人 是从中学时代起就很要好的朋友 这个家族的经济实力是相当可观的 另一方面 从《版本隆一》的外祖母往下 几乎所有的亲戚对音乐都有很好的品味 外祖母拉小提琴 《版本隆一》的母亲喜爱意大利音乐 二舅喜欢法国的乡送歌曲 而那位爱摔盘子的三舅痴迷德国音乐 《版本隆一》在少年时代就跟着舅舅们 仔细地听了巴赫 莫扎特和德标西 他尤其喜欢德标西 14岁的时候一度坚信自己就是德标西转世 关于《版本隆一》在音乐上的启蒙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他三岁开始学钢琴 四岁就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首作品 这要归功于母亲送他去上的那所特别的幼儿园 《版本隆一》的幼儿园崇尚生活及教育的理念 带有一点实验性质 在他四岁那年的暑假 老师布置的作业是要孩子们回家养一只兔子 开学回来 再把养兔子的体验写成一首歌 自己填词 自己谱曲 《版本隆一》写的那首《小兔之歌》至今还能听到 因为老师用心地把孩子们的作品录成了唱片 《版本隆一》后来在自传里提到 人生头一次作曲的经历给了他极大的冲击 现实里那只会咬他的手 需要他清理笼子的兔子 和他写在歌里 尝试用音乐去表现的兔子 分明是两个维度的存在 可是他们却经由作曲这件事产生了某种关联 音乐的世界和可触可感的现实世界交汇在了一起 这很奇妙 后面我们会提到 多年以后 当《版本隆一》在音乐上的造诣越来越深 他也开始探索用装置艺术的形式来表现声音 甚至是更加抽象的概念 而他用这些作品尝试去穿越的那条音乐与现实之间的边界 或许在他写下《小兔之歌》的时候就已经触碰到了 虽然从小就和音乐有很深的缘分 但直到读大学 《版本隆一》一直没想过把音乐当作他人生的主线 在音乐以外 他的视野也是相当开阔的 从十字起 他就时常从父亲堆满房间的书里随手抽出一本来看 上初中时就在读弗洛伊德和迪卡尔的书了 他从十岁起时从专业的作曲家 读到高中 他的作曲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考入艺术大学作曲系的门槛 他干脆整天逃学 交女朋友 一年看了几百部电影 还和朋友们一起上街 参加反对越南战争的游行 后来每当被问起这段充满激情和叛逆的青涩时光 《版本隆一》总是感到有些难堪 他说自己年轻时没什么了不起的 纯粹是爱出风头 甚至直到四十岁以前都过着野兽般的生活 是才傲物 目中无人 只遵从自私的冲动 那样的他伤害过不少人 后来也感到惭愧 不过他大概也不后悔自己活出了超越常人的生命的广度 他在晚年时被母校东京艺术大学请去当客座教授 和九龄后的孩子们聊了聊 觉得他们很有灵气 只是听过见过的东西实在太少了 这时他想起了年少时的自己 他说要是当年的他听说 有个叫《版本隆一》的功成名就的老家伙来一大开讲座 一定是嗤之以鼻 不屑来听的 但也就是这样的年轻人 才有点意思吧 我在书里读到这一段 觉得非常有趣 晚年的《版本隆一》性情较年轻时温和了许多 他在很多场合都表达过对年少轻狂的自己的厌烦 应该也很真诚 但只是在才华这一件事情上 他是自始至终都对自己抱有坚定的信念的 经过了有一点混乱的高中时代 《版本隆一》轻松地考进了日本最高的艺术类学府 东京艺术大学 在这个阶段 他熟练地掌握了规规矩矩的作曲的本领 我想稍微解释一下 这里的规规矩矩是什么意思 后面咱们聊到他晚年的创作理念 你就能理解他的创新 是从什么样的东西里突破出来的 《版本隆一》在上大学的时候发现 要想在作曲课的考试里拿到高分 其实是有一套规则可循的 在老师给定的主题下 学生要做的就只是把音符放进设计好的空间里 这需要先分析清楚主题 可以用什么时期 什么主义的音乐来表现 再把风格向具体的作曲家靠拢 接下来确定好乐章的各部分分为20 还是40个小节 剩下的工作就只是按照规律 把音符填进去了 按照《版本隆一》的描述 这样的作曲方式很像是建筑师画出蓝图 计算好各部分的力学关系 在按部就班的施工 这套工程化的创作流程非常高效 后来《版本隆一》就用它应对过很多紧急的作曲任务 可是当它放松下来 能够自由自在地创作 它又对这套流程心深抵触 总想要突破结构的束缚 从一段旋律 甚至是一个自然的声响开始 让整首乐曲像种子萌发那样自然地生长出来 关于这一点 后面咱们会详细说 接下来的故事 《版本隆一》的乐迷朋友们应该都很熟悉了 在《音乐及自由》那一期的听书里 解读得也很详细 我就说的简单一点 1978年 《版本隆一》和《戏野秦晨》 高桥信弘两位音乐人组成了电音乐队YMO 这支乐队在电子音乐的发展史上 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在全球巡演中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由于《版本隆一》和另外两位主创的理念不合 再加上它对走红后遭到打扰的生活极度厌恶 YMO在成立短短五年后就宣告解散 在YMO时代结束后 《版本隆一》继续探索个人的创作道路 就在这个时期 他遇到了决定他人生走向的两位关键人物 日本导演大导主和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 1983年31岁的《版本隆一》出演了大导主导演的电影《圣诞快乐》 劳伦斯先生 而他为电影创作的配乐也成了他代表性的作品 这是他在电影音乐领域做出的首次尝试 可以说是一鸣惊人 因为这部电影的配乐得到了业界极高的评价 贝托鲁奇在几年后找到《版本隆一》 请他出演自己正在构思的新片《末代皇帝》 并委托他为电影配乐 《末代皇帝》在日后 斩获了九项奥斯卡金像奖 其中就有《版本隆一》的最佳原创音乐奖 从1990年代起 《版本隆一》迁居纽约 起初他对纽约倒没什么特别的情感 只是因为在这里能够找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 方便他尝试多样的作曲风格 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 他和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展开合作 探索装置艺术之类的新鲜的创作方向 从年轻的时候起 《版本隆一》在文化艺术领域的视野 就不限于日本本土 来到纽约 他更多地参与到了世界性的议题当中 他在2001年的911事件当天 目睹了世贸大楼坍塌的瞬间 切身地感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 然而美国在事件后以反恐为名 表现出的帝国主义倾向 也让他感到了同等程度的危机感 尽管在这种全球性的冲突面前 他感到深深的无力 但他还是提出了音乐及自由的主张 希望在政治问题非黑即白的选择之外 通过音乐提醒人们善意和理解的存在 《版本隆一》还一直关注着全球灾害的问题 2011年 日本发生了311大地震和福岛和泄露事故 《版本隆一》也在第一时间发起了震灾的慈善活动 他一面积极发声 坚持他一贯的反核主张 一面组织受灾地区的孩子们 成立了一支青年管弦乐团 由他亲自出任音乐总监 为各类慈善事业演出 这些活动让更多的人认识了《版本隆一》 也开始关注他作为公众人物 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做出的善意的努力 了解了《版本隆一》大致的人生轨迹 接下来咱们来更加深入地聊一聊 《版本隆一》关于艺术创作的理念 如果说年轻时的《版本隆一》 一向一把锋芒毕露的剑 那到了晚年 他已经柔和了许多 我们在这里说的 倒不是那种庸俗的人与自我的和解 用《版本隆一》自己的话说 他只是更加珍惜自己剩下的时间 他曾经非常反感公众对他的印象 止步于圣诞快乐 劳伦斯先生这部代表作 为此有长达十年拒绝在演奏会上 弹奏这首曲子 可是后来他意识到 为了和他人的看法较劲 而使用自己的时间 这实在是太傻了 说到底 晚年的他并不在意自己的作品 是否引领了什么新的风潮 他只是想做自己喜欢听的音乐而已 当《版本隆一》得知自己患上了癌症 他第一次认真地思考死亡的问题 这种思考从根本上 改变了他对时间的看法 在他健康的时候 他将时间视为永恒和单向的存在 他只需要 践步向前 追赶一个个时间节点 而当他隐隐望见了人生的终点 一分一秒 机械流逝着的时间 就成了一条 稳定转动的传送带 将他 无情地推向死亡 这样的看法未免有些太残酷了 我们可能用其他的方式看待时间吗 事实上 历史上的思想者们一直在提出不同的见解 《版本隆一》的阅读量一直大的惊人 他在几年间读了亚里士多德 奥古斯丁 康德 海德格尔 百格森这些哲学家 以及一系列当代的物理学家 关于时间的论著 时间是什么呢 他最终的选择是 时间是一种大脑中的幻想 我们不能认为 这只是一个可怜的病人的自我安慰 事实上 人类以精确和统一的方式来看待时间 只是最近一百多年的事情 在19世纪末以前 欧洲的不同城市都有各自的时间制度 只是因为铁路的普及 沿途各个车站的时间才逐渐统一起来 在钟表发明以前 人们更是只能以日夜的更替来安排作息 关于时间的观念也就更加参差多样 我们无需在这个话题上继续深入 话说回来 关于时间的看法和音乐创作有什么关系呢 最重要的一点关联是 音乐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时间的艺术 学音乐的朋友都知道 标准的乐谱前会标明音乐行进的速度 节拍和时间有着固定的对应关系 一部乐曲总是在单项的时间中展开 也几乎在确定的时刻迎来终点 版本龙一试图质疑的正是这种 将音乐和线性时间绑定的观念 这是他在2017年创作的专辑 一部的主题 和一部相对的观念是同步 现代世界就像是一支巨大的钟表 其中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游人组成的机构 都被吸附在名为时间的巨大磁场上 按照稳定的节律运转着 人们总在关心当下流行的事物 总是渴望和时代保持同步 但这种机械的节奏也是刻板的 缺乏生机的 当人们厌倦了这种节奏 渴望逃离的时候 抛开同步的执念 感受一部 或许就是一种喘息的机会 为什么呢 这或许是因为 一部能够打破人类对规律的执迷 板本龙一 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 想起一位前辈作曲家朱锦诚的话 那还是30多年前 YMO乐队风头震尽 朱锦诚却对板本龙一说 你们现在做的是非常有规律的音乐 但以后你也许会想追求 偏离规律的东西吧 板本龙一那时年轻 还不理解朱锦诚的点播 但这句话他却一直记在心里 直到他写出了一部中的作品 他才感受到那种 彻底抛开框架的自由 说到这儿 我想稍微分享一点 我听一部这张专辑的感受 我不懂作曲 只是觉得 他在我听过的音乐里非常特别 板本龙一在乐曲的底层 混入了一些自然的声响 像是潮湿的风或者海浪 刚入耳的时候 它们像是底噪 但当旋律响起 你会发现 听感意外的和谐 旋律并没有被扰乱 而底层的声响 却轰托出了一种 很有感染力的氛围 让整首乐曲变得厚重 如果你戴耳机听 闭上眼睛 你会感觉 像是坠入了另一种现实 而如果你用音响听 可能会分不清 音乐里的某些部分 是否是来自你周遭环境的声响 这真是很有趣的体验 板本龙一的大部分作品 你在网易云音乐之类的平台上 都能找得到 一步用的是英文缩写的标题 A SYNC 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去听一听 谈到一步 我们也就触及了 板本龙一音乐理念中的 另一个关键词 自然 自然的声音往往是一步的 板本龙一举例说 在乡下的田地里 一到春天 成百上千只青蛙叫成一片 每只蛙的音高和节奏 都各有不同 这是无法被五线普规制的声音 再比如雨滴降落的声响 受到风和降水量的影响 也是难以用规律来描述的一步之物 在自然的声响中 板本龙一对雨声 游戏着迷 他时常专注地聆听雨声 不下雨的时候 甚至会在视频平台上 找到雨天的白噪音 一连在房间里播放几个小时 他说雨声总是让他心神安定 他曾经和几位友人 坐在京都一所庙宇的茶室里喝茶 突然外面下起了暴雨 雨声在茶室里 造成了一种奇特的回响 在场的人都停止了说话 专心地听雨 就这么静静地坐了半个小时 这次经历对板本龙一的启发很大 他说那场暴雨 让茶室变成了一个超越时间的声响空间 坐在其中的人仿佛被抛进了宇宙的深处 几年后 他仿照那间茶室的构造 创作了一件特别的装置艺术作品 在四平方米大的空间里 用吸音材料营造了一个独特的声响 在对自然声响的着迷和探索背后 是一个萦绕在板本龙一心头的问题 音乐与噪声之间真的有明确的边界吗 那些来自自然的声响 因为不符合人为总结出的规律 而被排斥在音乐以外 这或许是件很可惜的事 带着这样的想法 板本龙一开始像个钓鱼的人那样 四处行走 采集多种多样的声音 他在2008年去过一趟格陵兰岛 踏上了北极圈内的冰川 他走进冰封的洞穴深处 敲响铃铛 还把麦克风沉入海底 将这些自然环境中的声响记录下来 这成了他制作下一张专辑的素材 这张专辑名叫Out of Noise 意思是音乐来自噪声 版本龙一特别说明 他想表达的并不是人类 可以按照预定的计划 将噪声重组成音乐 他知道像米开朗奇罗那样的雕塑家 可以直接从大理石中 看到成品的形象 但在那种创作方式中 他体会不到趣味 他更想像公园里的孩子玩沙子那样作曲 孩子们玩沙子是随心所欲的 他们手中的沙子时而变成桥 时而变成王宫 也不是按照预先画好的图纸设计出来的 这正是版本龙一渴望的创作方式 他不必带着预定的计划 也不必遵循特定的规则 只是任凭感官和自然的声响互动 某种程度上是在自然的引领下发展出音乐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盯着电视屏幕上的雪花画面 出神的时间久了 仿佛就有图案从毫无规律的跳动的斑点中浮现出来 这样的创作过程让版本龙一感到兴奋 他似乎是渴望作品以他难以预料的方式生长出来 这也正是自然事物的魅力所在 了解了自然在版本龙一的创作中发挥的作用 我们也就能理解他对全球的生态问题真诚的关心 在版本龙一看来 人类始终是自然中的暂居者 在整个生物界 人类是一种相当年轻 但又过分过躁的物种 当我们走进森林 养生虫鸣都停了下来 这些生物的警觉无不再提醒着我们 自己才是那个突兀的外来者 版本龙一在书中几次提到 面对自然 他总是感到自身的渺小 他时常向公众发声 呼吁人们保护雨林 启用各种清洁能源 用更谦卑 更柔和的方式与自然相处 这或许是他在音乐以外 投入最多精力的事业 好 到这里 我们梳理了版本龙一晚年 大致的思想脉络 在患病以后 他重新思考了有关时间的问题 这些思考 启发他以新的方式创作音乐 他尝试突破人微的规则 质疑音乐与自然声响之间的边界 而在这些探索的背后 是他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深沉的思考 版本龙一在 2023年3月28日式时 享年71岁 读完他留下的这最后一本书 最令我惊讶的是他面对死亡的从容 他在患癌的九年里完成了几部新传辑 创作的装置艺术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 在2015年 他还为次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 《荒野猎人》制作了精彩的配乐 在工作之余 版本龙一的日常生活也充满了趣味 他在京都的老字号香道店里 精心调制了一款以他为名的薰香 他帮朋友的餐厅量身打造了一张背景音乐的歌单 引得世界各地的乐迷和时刻慕名而来 他参加了日本NHK电视台的家族历史节目 了解了自己家族的往事 他甚至还在一份画报上 主理着一个类似听书的专栏 将他收藏的有趣的书籍介绍给读者 在生命最后的几天里 他冷静地安排后事 甚至为葬礼精选了一张曲目列表 我将这张列表附在文稿的末尾 熟悉古典音乐的朋友 或许能从中看出版本龙一临走前的心境 希望这位传奇的艺术家的人生 能带给你启发和感动 有空去听听他的音乐吧 好 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 请给我们点赞 收藏鼓励我们 你也可以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 又了解了一本书